李连英长期得到此期重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安德海出宫为皇帝置办大婚衣服 为什么落得一个身受益处的下场 清暗探秘之 王清太监之谜 说起王清的太监 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李连英 这位被慈禧太后换作小李子的宦官 九岁入宫 六十一岁离宫 五十二年的太监生涯 几乎伴随了慈禧的一生 李连英参与了新有政变 戊戌政变的 与慈禧有关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 李连英的宣誓曾经险恶意识 他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太监大总管 被慈禧太后破例赏赐二临底带和皇马化 那么李连英是不是向人们传说的 凭着会梳头的独门绝技 才获得了慈禧太后的宠信和提拔 李连英为什么能够全身而退 而他的前辈太监安德海 却落得一个身受益处的下场 对于太监这样一个特殊群体 我们又当如何看待和评价呢 中国人民大学青史研究所唐博博士 做客百家讲台 为您讲述 今晚谈秘第一部第七集 晚清太监之谜 李连英啊 原名李进喜 他出生的地方 是直立省和监府大城县的李家村 李连英家境很贫苦 很早就进了身当太监 但是呢 他并没有进入紫禁城 他一开始是被送进了 郑亲王端华的府上 到王府里当太监 当了几年之后 又被送进了紫禁城 到紫禁城去当太监 李连英从王府调到紫禁城 掉进皇宫以后 提拔得非常快 到同治十三年 公元一八七四年 他已经被提拔为一个这样的职务 叫做楚秀公 掌案首领大太监 这个职务啊 非常特殊 一般来说 只有在宫里服役超过三十年的太监 才有资格担任这样一个职务 可是这个时候 李连英年仅二十六岁 进宫服役才十七年 所以可以说 他能够做上这个职位 绝对是越级提拔 而这还不算完 又过了五年 他被提拔为四品太监 成为这个宫里面啊 级别最高的太监 又过了十五年 慈禧太后赏给他 二品顶带花灵 一个太监在清朝能够成为二品官 这在清朝历史上绝无极有 唯一利 那么李连英为什么能够如此得宠 提拔的如此之快呢 大家都知道 他是伺候慈禧太后的 离不开慈禧太后的宠信和提拔 那么慈禧太后 为什么如此看重他呢 有一个传说是这样的 说这个李连英啊 特别会梳头 慈禧太后 我们知道啊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慈禧太后虽然岁数不小了 但是呢 他也喜欢美啊 尤其喜欢别人给他梳头 能够梳出一些新的发型来 而恰恰李连英就有这样的创新的本事 每次都能创出新的花样 讨老佛爷的欢心 还有一个证据是这样说的 说这个李连英因为梳头得宠 传遍了整个皇宫 甚至一些大臣去弹劾他的时候 都把李连英称之为什么呢 叫小碧李 这个碧是梳子的意思 就是小梳子李的意思 那么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翻阅了很多文献资料 包括一本书叫宫女谈网路 在这里头啊 我们发现 有一个专门给慈禧梳头的 这样一个专业的太监 姓刘 不姓李 这个刘太监专门负责给慈禧太后梳头 而李连英呢 李连英进到皇宫里之后 一开始只是这个看门的太监 进了皇宫九年之后 才调到慈禧的身边当差 所以说啊 李连英即便是偶尔给慈禧梳头 这个工作不是他的专业工作 不是他的本分 即便是偶尔梳头 也不是因为梳头而得宠的 因为梳头有专门的太监来负责 既然不是靠梳头 那么李连英凭什么能够飞黄腾达 用了很短的时间 就能够做到清朝太监 这个所有太监群体当中 最高的这个地位呢 我们看了一下李连英的慕志明 在慕志明当中 我们发现李连英对他的一生 做出了16个字的评价 这16个字是什么呢 世上以静 世下以宽 如是有年 未尝稍谢 什么意思呢 世上以静 就是对待上级 非常的恭敬 世下以宽 对待自己的下属啊 非常的宽宏大量 如是有年 未尝稍谢 什么意思呢 就这样做了很多年 从来都没有稍有松懈 这16个字啊 让我们看起来 奴性十足 但是我们抛开 太监奴性 奴才 这样一层因素 单独的去看这16个字 所暗含的这种 人生哲理也好 做人的 为人处事的这个道理也好 我们发现啊 能够坚持的把这16个字做下来 特别是前8个字做下来 真的不是很容易 我们来分别解读一下 我们先说说世上以静 关于这个世上以静 我想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叫做慈禧次字 慈禧这个人啊 爱看京剧 看到高兴之处 会给那些表演京剧的艺人 给赏钱 给赏东西 这一天 著名的武生 叫杨笑楼 表演了一段京剧 在他跟前 慈禧看得很高兴 于是下令 把这一桌子高典 都赏给杨笑楼 杨笑楼是受宠若惊 赶紧跑到慈禧跟前 跪倒磕头 说这一大桌子赏赐 我是真是无法接受啊 这个太多了 真是皇恩浩荡 那么我只希望啊 太后老佛爷能够赐给我一个字 赐写一个字 慈禧一听是非常高兴 马上太监把笔墨指宴准备好 写个什么字呢 慈禧就写了一个符字 图个吉利 写完之后 交给了杨笑楼 杨笑楼拿过来一看 脑袋立刻就蒙圈了 这什么符字啊 我们看看这个正常的符字 左边啊 左边偏旁是个柿子边 结果这老佛爷呢 多点了一点 变成了一字边 那这分明就是个错别字 对于杨笑楼来说 如果就这样把这个字接回来 那么回去肯定要挂在墙上 让自己的同行朋友看到之后 那肯定是耻笑啊 不仅耻笑自己没文化 而且会耻笑老佛爷写错别字 如果不接 老佛爷给你刺的字 你敢不接吗 况且这又是你主动要的 那搞不好把老佛爷惹怒了 那是要杀头的 乐极生悲了 所以接也不是 不接也不是 杨笑楼急得脸上直冒汗 自己太后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哎呀 这写了个错别字 但是呢 他跪为太后 收回 又觉得没面子 把这给出去呢 这个给出去就丢人 所以他也很尴尬 两个人都很尴尬 在这个节骨眼上 李连英也发现问题了 李连英站在后面 眼珠子一转 一琢磨 笑呵呵的这样说 老佛爷之福 比世上任何人的福 都多出一点来 他这么一说 杨笑楼是心领神会 他知道李连英是在给自己解围 就赶紧跪倒磕头 说呀 说这个老佛爷福多 这万人之上的福 奴才那绝对是接受不起的 奴才怎么敢领呢 四季太后一看 这俩人分明是在给自己解围呀 于是他就救火下驴 借势说了这么一句 那既然这样 那好吧 那隔天我再赐给你吧 这个场面就圆过去了 大家想一想 这个李连英就这样给两个人解了围 让四季太后摆脱了尴尬 那么这样一个善解人意的太监 太后能不喜欢吗 再讲另外一个故事 善待光绪 光绪24年公元1898年 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 镇压了维系运动 把光绪皇帝软禁在中南海的营台 慈禧太后独揽大权 没有人再关心光绪的情况 两年之后 八国联军攻打北京 眼看北京城即将沦陷 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 是仓皇逃跑 那是连夜逃走的 光绪当时走得很急 身上只穿了一件大褂 那个时候已经到了秋天 天气比较凉 往塞外去走 这个越走越冷 被光绪皇帝冻得呀 浑身哆嗦 逃难的人很多 没有人注意到光绪的死活 唯独李连英看到了这一点 李连英就走了过来 跟光绪皇帝说 说皇上 这个你看您这个冻了这么哆嗦 那您如果您不嫌脏 奴才愿意把自己的衣服 献给您 给您穿 光绪皇帝问 那你给我了 你穿什么呀 李连英说 像奴才这样的 冻死一万个 也在所不惜 光绪皇帝听完是热泪盈眶 连忙把衣服穿上了 不冷了 后来呢 光绪皇帝在几个不同的场合 都说过这样的话 说如果没有李连英 我都活不到今天 可以说啊 在光绪皇帝人生的最后十年 他始终生活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之下 备受刁难和欺凌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作为慈禧太后的贴身太监 李连英非但没有落井下石 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 尽可能的拉黄帝一把 不管怎么说 这么做啊 也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再解释 势下以宽 关于势下以宽啊 有两个方面需要解释一下 第一个方面 就是李连英的业务非常熟练 比如说宫廷里的东西 该往哪摆 摆在什么位置 合适 哪个物件在什么地方放着 要举办一个仪式 什么人该站在什么位置 怎么来站 他都非常清楚 所以呢 很多活动都需要他来最后拍板 有些王公贵族 在家里举办一些重要的仪式 也要请他来指点 而他自己呢 来者不惧 都愿意指点一二 这第二个方面 就是爱护下属 那些嫔妃宫女 在皇宫里面居住 在皇宫里面工作和生活 出错是难免的 一旦出了错 免不了会遭到慈禧太后的一顿臭骂 慈禧曾经说过这样一句比较狠的话 叫做 今日令无一失不欢者 无一将令彼终身不欢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今天让我这一会儿不高兴的话 我就让你一辈子都不痛快 大家都知道 得罪了慈禧那是绝没有好下场 而一旦有人真的在慈禧跟前犯了错 出了问题 李连英往往是尽可能的说好话 尽可能的哄老佛爷开心 尽可能的帮这些出错的宫女啊 后妃啊 躲过去 过了这关 历史上 像赵高魏都前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宦官 几乎没有善终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们不能与外官和谐相处 要么结党民司干预朝政 要么仗势欺人张扬跋扈 越权的行径最终给他们延来了杀身之后 晚清另一个大太监安德海 就是李连英的前车之间 同治八年 公元1869年 同治皇帝度过了自己的14岁生日 再有两年时间就要举行大婚典礼 而按照皇家的规矩 皇帝大婚所要穿的衣服 都要由江南的制造局来造办 而朝廷呢要拜钦差大臣前去都办 那么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安德海就主动的向慈禧太后提出 这个钦差大臣希望由他安德海自己来担任 慈禧一琢磨 这不行 为什么呢 按照朝廷的祖宗家法 太监是不能擅自离开北京的 可是啊 架不住这个安德海 在这个反复的去求 央告 希望这个慈禧太后能够开根 慈禧后来想了想说 这安德海跟着自己这么多年 这个劳苦功高 也应该让他出去一下 去见见世面 那么最后还是同意了 由他来出任钦差 只不过呢 慈禧就跟安德海交代 说你啊 去担任这个钦差可以 但是一定要低调 不能让朝廷的王公大臣知道你出去了 到了地方以后 要谨言慎行 不要去惹事 你就是去都办衣服的 别干别的 这个安德海啊 对慈禧的这些 这个忠告啊 根本没当回事 这个耳朵进 那个耳朵就出去了 第二天全忘完了 他是到处宣扬自己马上要当钦差了 结果闹的是满城风雨 整个紫禁城上上下下没有不知道 这年六月 安德海就离开了北京 那队伍啊 简直是浩浩荡荡的 裸苦喧天鞭炮齐鸣啊 惊奇招染 人来人往多得很 非常威风 而安德海本人呢 所到之处 开口要钱 开口拿东西 那个地方官们都知道 这安德海是慈禧太后身边的红人 八戒还来不及呢 争相前去送礼送钱 这安德海这一路啊 是走一路 吃一路 拿一路 收了非常多的贿赂 装满了几条船 可是啊 他在天津和直立境内 他可以这么做 那么到了山东地面上 他碰了个钉子 这个钉子是谁呢 山东巡抚 丁宝珍 丁宝珍何许人也 这个丁宝珍啊 是清朝后期有名的吃货 他最爱吃的菜啊 叫辣子炒鸡丁 这个 他不仅喜欢吃 而且呢 跟他的厨子啊 潜心研究 把这道菜发扬光大 丁宝珍后来被封为太子少保 这个职位简称公宝 于是他就把这道菜 起了个名字 叫公宝鸡丁 这道菜流传至今 成为各大菜馆的一道家常菜 虽说这位喜欢吃 但是呢 丁宝珍啊 为人正直 看不惯那些 阿谀奉迎 威非作歹的坏人 所以尤其是看不惯 像安德海这样的人 那么安德海遇到这位 丁寻甫啊 那真是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德州之州 赵立新 在接待安德海的时候发现啊 安德海来到德州之后 这个北京这边并没有送来相关的御址 就说这个亲人大臣要到了 没有御址 安德海自己身上没有印信和公文 也没有朝廷颁发的 叫做传牌康赫 所以说这个安德海啊 到这来视察 经过这个地方 经过德州 那是三无钦差 啥都没有 怎么证明 你就是朝廷派来的钦差呢 赵立新谨慎慎起见啊 写了一封书信 连夜派人送到了省城济南 丁宝珍拿到这封书信 大概看了一下 看完之后 马上起笔写了一道密折 这个密折怎么写呢 他说有安性太监乘坐大船 捏成钦差 织办龙衣 船旁插有龙凤旗帜 携带男女多人 沿途招摇 山货 军民惊害 他尤其强调了这个安性太监 并没有说安性太监就是安德海 装糊涂 另外呢 他讲这个安性太监是招摇过世 私饶百姓 把他的罪状都列了出来 既然这个太监 不知道他是干嘛的 他又干了这么多坏事 那作为一个地方官 熟徒有责 当然要对这种行径和这样的人要严加惩处 以此他建议要尽快的请朝廷批准 尽快的捉拿他 就这样 这个密折里头啊 就给这个安德海扣上了一个假冒钦差的帽子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你是真钦差啊 写完之后 这道密折封了起来 丁宝珍就派自己的家里人连夜送往北京 但是呢 没有直接送进皇宫 而是送到了公亲王府 我们知道公亲王一心 那是恨死安德海了 正愁找个机会收拾他 没想到大瞌睡送来了枕头 机会来了 看到这封密折 他很高兴 连夜就进宫 把这密折交给了慈安太后 和同志皇帝 这个安德海在宫里头啊 形象也不太好 专横跋扈 这个慈安太后跟同志皇帝也看不上啊 所以呢 仨人一合计 决定 就按照这么说 咱们都装糊涂 都不知道这安心太监是谁 就扣他一个假帽钦柴的帽子 收拾他 就算是这事 被坐实了 这安心太监就是安德海 那他也触犯了 太监不许出京的祖宗家法 就是收拾他 你慈离太后 也无话可说 于是 一心马上要军机处 操你了一道密旨 然后呢 经过同志皇帝 跟慈安太后点头 立刻 发往山东 这道密旨里啊 讲了很长 关键字 就那十四个字 怎么说呢 严密补拿 毋庸审讯 进行就地正法 赶紧抓 抓到之后不用审 直接就地正法 看头 而在山东这边 丁宝珍担心夜长梦多 他怕出事 怕走漏了消息 于是呢 就在这道密旨 还没有到济南的 之前四天 他就让他的手下人 去抓捕安德海去了 终于在山东的泰安 截住了安德海的船队 将安德海五花大网 押回济南 等到这个密旨到的时候 丁宝珍下令 把安德海押上 巡抚衙门大唐 当着安德海的面 把这道密旨给念了一遍 安德海一开始啊 还趾高气扬 你怎么能抓我呢 你我是朝廷钦差啊 你小心将来 刺激他后收拾你 结果等念到就地正法 这四个字的时候 安德海一听 腿都下软了 连忙磕头求饶 可是一切都晚了 丁宝珍一甩袖子 两名士兵 就把安德海给架了出去 这求饶声是越来越远 后来只听见巡抚衙门 园门外一声炮响 安德海人头落地 安德海死亡 这件事给李连英上了一课 安德海用他的血的教训 告诉了李连英 在宫里头形势险恶 为人处事一定要小心 但是反过来讲 对于李连英的个人事故而言 安德海无疑是一个巨大障碍 这件事情实际上 是帮助李连英 扫清了他上升过程中的 一个拦路 从此 李连英的事故是一路长通 很快就取代了安德海 成为慈禧太后身边的红人 光绪十二年 公元一八八六年的四月 李鸿章奏请朝廷派员 检阅即将成军的北洋舰队 慈禧太后下令 由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 纯亲王一宣作为钦差大臣 前去检阅 一宣这个人城府很深 他特别喜欢去巴结慈禧太后身边的这些宠臣 尤其是李连英 所以说他就建议 请李连英 作为钦差大臣 跟他一起前去检阅 慈禧太后一听 李连英跟了自己很多年了 也应该出去见见世面了 那好吧 就请李连英 跟你一块去吧 于是这样一个检阅团就组建完成 那么纯亲王一宣是团长 那么李连英是副团长 俩人一块 到天津到威海到吕顺 去视察这个北洋舰队 由太监正儿八经的作为钦差大臣 这在清朝历史上 还是第一次 同样是出京办差 李连英的作派 就比安德海要谨慎 问重得多 一宣为了怕别人议论自己 每次召见王公大臣 文武百官的时候 他都让李连英从旁作陪 而李连英呢 弓着个腰 端着一个大烟杆子 就站在后面 一声不吭 当这个大烟杆子 不是我们抽的鸦片 而是一个汗烟 这是一宣的 不是他李连英的 一宣想抽的时候 他马上给扁上 给一宣抽 等到检阅海军的时候 李连英穿得很朴素 他就站在一宣和李鸿章的后面 弓着腰 一声不吭 仍然是端着那个汗烟袋子 让外人看来 这哪是副团长啊 这简直就是王爷身边的一跟班啊 等到晚上 李连英回到自己的住所 关门庇护 坚决不见任何人 让那些想要巴结他的大臣官员啊 很郁闷 所以他走这一路啊 基本上也没收什么礼 后来呢 在朝廷当中就有大臣弹劾 说李连英这次视察的过程当中 收受贿赂 耍弄威风 结果派人去查 查无实据 光绪三十四年 公元一九零八年 光绪皇帝跟慈禧太后 先后去世 都死了 那么 纯亲王一宣的儿子 宰丰 被指定为摄政王 宰丰的儿子溥仪 被指定为宣统皇帝 光绪皇帝的皇后 叶和纳拉氏 被升格为龙玉皇太后 朝廷的主子换了人了 李连英决定激流勇退 在操办完慈禧太后的丧事之后 他就向朝廷写了一道辞职报告 不干了 希望能够回家养老 他为什么要提出啊 主动提出退休 李连英主动提出退休 我觉得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主子换人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 主子换人了 他失宠可能就是大概率的事件 所以啊 这个时候主动提出辞职 主动退出去 应该说是明智之举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就是怕被报复 李连英 虽然对光绪皇帝是关爱有加 但是他毕竟是慈禧太后身边人 慈禧和光绪都死了 慈禧我们知道 慈禧对光绪啊摧残了很多年 那么摄政王宰峰是光绪的弟弟 光绪和慈禧都死了 那个宰峰是不是会报复慈禧身边的人 这谁知道啊 所以李连英啊 可能心里很不踏实 与其在朝廷里继续待着 不如赶紧走 保全自己 避祸 第三个原因就是守住家财 李连英经常利用职务之便 帮别人谋取官职 帮别人说好话 当然这些事啊 都不是白干 都不是免费的 而是收费 而且收费价格很高 所以他收受了很多贿赂 他还让一个白云贯的道士 去帮他去囤积这些收受的礼物 和银子 那么白云贯就成了他一个窝脏的一个地方 据说啊 龙玉太后身边的太监小德章 早就看上他积累了这些财产了 所以说李连英为了保全自己的这些财产 主动提出退休 也就是想离那个小德章越远越好 可以说啊 这个李连英这个激流勇推啊 也是一种艺术 不仅是一种自保的艺术 而且是一种避祸的艺术 及时而必要的退缺 可以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通过李连英的这个 主动的提出退休 我们也可以悟出一些 人生哲理 比如说实施悟者为俊杰 按道理讲啊 这个激流勇推 我们讲可以算是一个明智之举 可是两年之后 李连英竟然突然就死去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再把时钟往后拨半个世纪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夕 北京西郊海淀区恩济庄 46号院 有一个花园里头啊 有那么五六个人 拿着铁锹正在挖坑 对着一个堡垒形状的土堆 在拼命地挖 他们在挖什么呢 这个土堆啊 就是李连英墓 当时正好文化大革命快要爆发了 社会上正在组织破四旧 那么这几个人 都是北京六一学校的老师和学生 他们就想啊 把这李连英的墓给刨了 因为他是四旧之一 可是大家都没想到啊 李连英这个墓很坚固 刨了一个礼拜 非但没有刨出什么名堂来 反而呢 还报废了三把大锤 后来还是住在这个地方的老人指点 他们才找到了墓室的通道 进入了墓室 墓室里面的摆放是整齐有序 里面的基因财宝五十多件 没人动过 棺果呢 也是很整齐 也没有人动过 可以说啊 这个李连英墓 应该是没有被人倒过 保存完好 可是呢 当打开棺果之后 大家都傻了 棺果里面 除了那些基因财宝之外 只有一个皮包骨头的头颅 和一双已经烂如黑泥的鞋底 大家就纳闷了 这不是李连英的墓吗 怎么只有一个头和鞋底呢 他的躯干哪去了 从埋进去 1911年他去世 到1966年 这才经过了五十多年啊 就算是尸体腐烂了 也不至于什么都找不着吧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翻阅了很多资料啊 比如清拜类钞 还有李连英的墓志明 这些东西都记载啊 李连英是正常病死的 总有一种力量鼓舞人心 总有一种精神凝聚希望 总有一些人物感动迷雾 他们是埋头苦干的人 是拼命勇敢的人 是为民情勇的人 是射身求法的人 心火相传声声不息 将中国好故事传播正能量 把家长谈戏的演员 中国故事爱国篇 敬请关注 据现存史料记载 李连英是因病而终 但这无疑与李连英棺木中 身受益处的景象是矛盾的 所以很多人认为 李连英是死于非命 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 李连英的死因真相 至今仍是个谜 李连英死后不到一年 清王朝就寿终正气 结束了对中国268年的统治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 晚清太监这个神秘而特殊的群体呢 清王朝啊 是一个非常重视 吸取历史经验教训 这么一个朝代 明朝末年 太监魏忠贤专权 搞得朝廷乌烟瘴气 可以说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到了清朝啊 就很重视吸取这个太监专权的教训 顺治十年 公元1653年 顺治皇帝就颁布诏书 禁止太监干政 而且呢 没过几年他又把这道诏书 刻成文字 竖了一道铁牌 就放在这个紫禁城交太殿的门前 告诉后人 这就是祖宗家法 太监不许干政 如果有太监敢于违反 格杀勿论 清朝前期啊 这条禁令执行的是比较好的 太监呢 仅仅是皇帝和后妃身边的奴仆 在宫里干活而已 但是到了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这个阶段 情况发生了变化 太监干政的事情是越来越多 而且越来越出格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觉得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对于慈禧来说啊 慈禧跟这个朝廷的大臣特别是一心 矛盾非常尖锐 所以他想办成什么事 他想专权 就必须要依赖自己的身边人 那么这个太监 安德海和李连英 正是他依赖的对象 第二个方面 就对于太监来说啊 安德海和李连英这两位 对于权力和金钱的渴望都非常强烈 虽然表现的形式不同 可是他们都在慈禧的庇护之下 这个胃口越来越大 对祖宗家法的禁锢是毫无顾忌 第三个原因就是对于大臣来说啊 他们啊 非常害怕专制皇权 非常害怕慈禧的权威 因此对于慈禧的身边人 也心里有顾忌 比如说丁宝珍 这么一个能人 这么一个正直的人 在对付安德海的时候 还需要耍鬼心眼 这只能说明 大臣们缺乏一种 对这个太监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那么话说到这儿了 我们如何的来评价 以安德海李连英为代表的 晚清太监群体 以及整个太监群体呢 我想啊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评价 第一个方面 太监这样一个职位 这样一个概念 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所衍生出来的一个副产品 其实啊 太监之所以能够专权 他所凭借的 就是自己作为皇帝的身边人 非常了解皇帝的起居饮食 生活习惯和喜好 所以利用他自己这样一个天然的优势 上下其手 欺上瞒下 形成这种专权的格局 归根到底 太监之所以能够形成专权的局面 其实还是他所依赖的 就是封建君主专制的制度 清朝灭亡之后 这项制度没有了 太监逐渐被遣散 离开皇宫 那么太监专权也就成为了一个历史 永远的离去了 第二方面的评价 我觉得太监啊 是身体残缺 心理失衡 人生悲惨 在皇宫里面啊 有很多体力活 宫女是做不了的 她做不动 所以必须由男性来承担这些体力活 但是进入宫廷里的男性 多了以后 皇帝又很不放心 怕他们在宫里要为非作歹 所以 这个皇帝啊 就把这些进入宫廷 从事劳役工作的这些男性 把他们阉割了 这些人就是太监 可以说他们都是残疾人 他们的身体是残缺的 在宫里头 只有少数人能够成为 未及人臣的这样的大太监 而大多数人只能在默默的劳作中 度过自己的一生 搞不好啊 还会招致毒打 如果说他们被遣送到宫外 那根本就没有社会地位 而且会遭人耻笑 所以这些人的心理啊 就越来越畸形 越来越变态 一旦他们掌权 就会加倍报复 变本加厉 对社会 对别人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在明朝末年 宫里的太监多达数万人 到了清朝 这个局面有所改变 人数呢 减少到几千人 甚至千把人 那么这个人生悲剧 人生惨剧的这个影响面 就缩小了 第三个方面的评价 我觉得 太监啊 有好有坏 叫就事论事 在大家的心目当中 太监往往不是好人 比如说秦朝的赵高 汉朝的石长氏 比如说 这个明朝的魏忠贤 还有王振 汪直这些人 都不是好人 专权跋扈 为非作歹 甚至霍国阳明 但是这只是一部分太监 还有一部分太监 在历史上 是留下了好名声的 比如东汉时期 发明造纸术的蔡伦 比如明朝的郑和 率领船队 七下西洋 这都是历史创举 就算是 在历史上很有名的 专权跋扈的 比如说唐朝的高丽氏 还有李釜国 起码 他们对自己的主子 是非常效忠的 所以我们在评价 太监的时候 要就事论事 而不要一棍子打死 从这些太监群体 一生的 成败得势当中 我们也可以悟出一些人生的哲理 悟出一些做人的道理 这才是我们探讨 晚清太监这个群体的现实意义所在 所以我们要评价和看待某个太监 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 而应当把他们跟其他的历史人物等同看待 这样我们得出的结论才更客观 更公正 更准确 好 晚清太监这名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